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 我们继续探讨金刚卫博明经破空论 博弈大师带我们进入金刚经的一个经文 佛告虚菩提 诸菩萨摩赫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软生若胎生若失生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效若无效若非有效非无效 我皆定入无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是无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虚菩提 若菩萨有我像 人上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这一段经文 佛异大师 讲了四句话 他说 广大第一长不倒 四星一击三回向 如是是愿善修星 能会一星三波蕊 这个广大星啊 就是说无边的星 也就是说所谓的所缘境天啊 即是横四身 你如果对这个所缘境进入了 但是你会忘记整个广大的一种无量无边的 这种树穷三界的这一切 所以他说四身为能住 三界为所住 四身就是指软身 胎身 失身 化身的意思 那我相信 佛异大师这边就说了 四身能够住在这里 但是呢 三界才是他所住的地方 那么 一壳约软身 就好像鱼啊 年蛙 这样子 有壳的 有壳的这样子 生出来的 鸟 有没有呢 那位蛋啊 蛋壳有没有 生出来的就是软身 就像鱼啊 鸟的 寒草 约 胎身 就很像人啊 那个人是藏在肚皮里面 藏在子宫里面 人畜 这样子 那甲润就约尸身 就是说虫啊 蚂蚁啊 这一类 那树线 约化身 就像很多的天神 猪天 那有色者呢 就是玉色二界 无色者呢 就是空啊 空 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非想非非想处天 就是这一类等四天 那于四空中呢 就是空处 世处 就明有讲 那无所有处 就是连到色界 外道天 就在现在在讲三界的情况 三界就是 玉界色界 无色界 上去 那色界 就是外道天 名为无想 由底众生 名为非想 非 非有想 非无想 然后第一心者呢 就是称作最上心 所谓我皆令入无于灭 无于灭盘而灭度之呢 就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不是小称的无于灭盘 就是功德是师 他在举出了一个另外一个论 就是说 功德是菩萨论 里面有说 说什么呢 说无于灭盘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 了诸法 无声信空 永息一切 有患诸运 就是这五运 有过失的 永远 就是让他熄灭 而且呢 自用无边 既有功德 亲近色相 圆满 庄严 而且是广力群生的 妙业无尽 他现在举出了一个 就是功德师菩萨论 举出了这样的一个 来谈所谓的无于灭盘 然后又举出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天才的书 天才的书里面写什么 写说 大乘以累无不尽 得无不圆 就是大乘 不是有大乘小乘吗 大乘小乘 这样的一个菩萨的种性 还有大乘的佛法 大乘的佛法 它就是 因为这个累积 一直累积 是累不尽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得 是无不圆满的 所以呢 才会称为 无于啊 没有圣于啊 无于 无于涅槃 是这样的意思 那常心者呢 就是你也可以称它 就是一种菩萨 佛对众生的一种爱舍心 是爱护 射受的心 盖一心众生 虽负无量 总不离我 同体行性 意思是说 无怨大慈 同体大悲啊 虽然很多的众生 有人啊 畜啊 有天神 有虫啊 有蚂蚁啊 但是总不离开 跟我这个体 这个身体 是相同的心性 所以只差 它不会说话 畜生不会说话 虫 蚂蚁 它的心性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所以故事故名为 自信众生 须知 实无心外众生 得灭度者 这一 它说 非不灭度 自信众生 令证 无于灭盘乐言 好 就是回复 在解释什么 解释那一个 我皆令入 无于灭 就是若阮生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 我皆令入 无于灭盘 而灭度之 那这些众生的包 就是包括那四身啊 还有有色无色的这一些天神啊 还有有想无想的这些天神 更高阶的天神 还有那种若非有想非无想的那种更高更高的 就是色界 无色界 欲界 所有的这三界的 全部都是天神也是在六道轮回之内 那么我全部让他都是灭度 让他皆令入无于灭盘 灭盘而灭度之 所以才说 用长经长期这个心念 就是爱射心 就是佛 菩萨 对待众生的这种爱护射受的心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 因为啊 我这个心就是一个心念而已 就是众生跟我的本体 都是同体的先性 而且这种同体的先性 叫做什么名称 叫做自信众生 无论你是虫啊 蚂蚁跟我的自信众生 都是一样的 所以才说 因为都是一样的 自信众生 所以怎么有可能在我心之外去度众生呢 心之外没有众生可以度 所以呢 就不是灭度自信众生来证明 无于灭 无于灭盘的 你看哦 那个偶一大师帮我们 把那个金刚经啊 有没有 我皆令入无于灭盘而灭度之 他说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于灭盘而灭度之 讲得这么的清楚 因为为什么 我皆令入无于灭盘时 因为众生跟我都是 同体的自信众生 我们都是同体的心境 反正这一点也没有去想到 我们都是以我为出发 就是我在灭 我在让众生灭度 让他灭盘 福利大师这时候提醒我们 不是这样哦 不对 不对哦 众生跟我的自信众生是相同的 所以你在这个心之外是没有众生可以度的 我们讲的是这么的清楚明白 让我们更大的一种认识 那么天台里面就有天台的一个书就有说到这件事 那就是说 这个论里面就有说 菩萨慈爱一切众生 慈爱到像什么 同于己故 就是跟自己是相同的 众生就是我自己 那众生灭度 即我非他 就是意思说 所谓的众生灭度了 那就是我就是我啦 我灭度啦 而不是他灭度 所以因为是我灭度而不是他灭度 所以才称为什么爱舍 他把那个佛菩萨对众生的这种爱呀 这种舍受啊 讲的在天台的一本书 书就是书文的书啊 就是里面讲的更清楚 因为天台就是一种圆教嘛 就是很圆满的教理 所以就是 关爱众生特别会在天台的法门出现 就是法华经那个都属于天台的法门 那么经为此经文呢 因一论来解释 就是说 盖一心众生虽不无量 总不理我 同体心性是不明自性众生 须知实无心外众生的面度者 也非不灭度自性众生 令政无于涅槃乐也 福众生之界本集大涅槃界 流迷忘故生死后然 比如说 异幕望见空花 然后经令 绝物本灭 即明为度 也非有此岸可离 非有彼岸可到 若不达一切众生 即灭盘变身难度之心 哇!这众生其性刚强了 难条难度 我在度众生 众生真难度 他说 如果你没有生那种菩萨爱护众生 射受众生的心啊 你就很容易生起现在这种心 就是说 众生难度之心 是来用天海的书啊 告诉你这样的实相 然后呢 你就不能进未来记的 你就没有办法在未来哦 在未来的 未来记做什么事 行菩萨道 哇!他说 故时无者 为这心外 既有众生 及这心内 既有生死死防 非为都不适度自心 如患众生 不颠倒心者 义名正至心 这里的正至心 就是正见的正 智慧的智 就是我们要他说 刚刚说爱射心 现在跟你说正至心 这意思是说 呃 所有的 如果你没有爱射心 你就会生出众生难度之心 那你就不能在未来的时间点 行菩萨道 因为你觉得众生很难度 那么你就会开始 就会去计较什么呢 你就会把自己的那个心性遮盖了 遮盖什么 遮盖说 心的外面就是有众生 你就开始去计算 在我心之外有众生 然后又开始遮掉什么 你知道 你心里面的 真正有生死的 生死轮回的这种实际的状况 实际的佛法 因为你在心中一直生生灭灭 那生生灭灭的这些念头 就是不断的一次一次的生死轮回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实际 不知道自己心念那种 深深灭灭 深深灭灭的这么多的念头的生死轮回 你把它遮盖起来 然后遮盖起来之后 又遮盖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在心以外 其实是有度化众生这件事 他说 这样都不对 你都是没有在怎样 所以说 这些人 你都没有在度自信 誓愿 度自信的众生 自信什么众生 如幻的众生 意思是说 心外没有众生 只有你心里面的那一个 如幻 如梦幻泡影的众生 而你没有誓愿去度自己的这颗心里面的 如幻化的众生 如幻大师这句话讲得轻轻柔柔的 却重重的打起了很多迷失的菩萨雅 所以佛法和智慧是那么的高超 所以所有的人呢 其实呢 不是他外貌长得如何 而是他的智慧真的很高超 所以这就是一种智慧的高度 你看欧伊大师都看到这一个现象 就说 不颠倒心者 就才是 他说这样的人才叫做不颠倒的人 不颠倒的佛心 这才是正治心 他现在就把那个 刚刚是把爱舍心做一个解释 现在是把政治心做一个解释 他就用说 今云若不萨有我像的极非菩萨 这四象 怎么叫四象 四象就是我像 人像众神像 受者像 这四象就是颠倒心 他说 有 则明 非 无 则明 赤 他说 你要看有没有是非 就看你这个心有没有那四象 五象 人像 众神像 他说 他说 以失显得也 你就是失去了这种政治心 你因为失去了这个政治心 才能够显示有人得到了那个政治心 好 然后主宰 这个主宰的状况是什么 就称为一个字 我 那么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啊 你就称他那叫做是人 我像人像 好 他现在在解释我像人像 还有众神像 那什么是众神像呢 就是众缘合合 就名为众神 然后呢 什么是受者像呢 他就说受者就是相似又相续的 就是这种状况一直发生 一直发生 这种状况就是受者 而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十六支箭 什么叫十六支箭 他说 地就是在十六支箭的地 是这个我 我有称为十六种支箭 这十六种支箭都可以叫做我 换句话说我又有十六个名称 而在十六个名称的当中的 第四个名称就叫做什么 普特且罗 很多人就是一直忘记这个普特且罗 我 等下我们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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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下那个十六支箭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很多人就是在十六支箭的当下 这第四个 执着这个普特且罗 那一直虚妄的执着他的时候呢 这个执着如果没有了 那个 那这样的情况 你就是得到四种智慧 这是他说的四 四种那种政治有没有 那四心呢 四心就是 也就是等于三回向的意思 那么 菩萨所修的三种回向 他就告诉我们 就是欧伊大师他做了一个解释 三种回向就是 回自向他 然后回因向果 回是向离 这个回呢 就是环绕自己的意思 那个这个向呢 就是倒向 归向这一个 倒向他 归向他 归就是回归的归 那么 我们再翻译一下 就是 环绕着自己 倒向他人 环绕着因 然后在倒向于果 然后环绕着事情的本身 在倒向于事情的道理 所以才说 回自向他 回因向果 回是向离 那你再把这种三种回向呢 再去我自己又把它比对了 刚刚的那个金刚经的经文 很有意思哦 回自向他就是 我皆令入 无与灭 灭盘而灭度之 然后你再看 回因向果 就是第二种回向就是 如是灭度 无量 无数 无间众生 然后你再看 回自向他 再去比对那一个 不是 回是向离 回是 就是灭 就是灭度的这件事情嘛 回是向离 你再去比对那个 十五众生 得灭度者 这才是真正的真理 有没有 刚开始就是从我出发嘛 我皆令入无与灭盘而灭度他人 好 就是灭 我皆令入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入无与灭盘而灭度之 所以就是 你看回自向他 然后再来 因果嘛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一切众生我都是 全部都让他灭度了 我让他灭度了 所以 如是就像这样的 灭度了 无量 无数 无边的众生 因为我嘛 我起了这个念头发心嘛 所以那个果报就是你看 所有的众生 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 无边的众生 而再来 差不多第三种回向就是说 回是向离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怎么会有众生呢 众生是你自心的那个 幻化的众生 自心的众生是 像佛心一样设受的 所有的众生 所以是爱设所有的众生 而所有的众生的本体 跟我的本体 都是自信众生 是相同的 那既然都是相同的 哪里来的众生 让你在心之外的众生去灭度呢 好 所以他就是这样说 所以今天广大的心 就是在指什么 回自向他的这个道理 这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心呢 就是回应向果的一种 一种 一种道理 那常心不颠倒的心呢 就是指回是向离的意思 也以此誓愿善降伏心 另应清静 意思是说 在过那个金刚经的一个新闻 就是须菩提说 云和阴柱 云和降伏其心 好 须菩提长老 就这样称问者 如来 云和阴柱 云和降伏其心 现在偶一大师就这样回答了 你看 就是常心不颠倒的心 就是回是向离的意思 第一心 就是回应向果的意思 那你今天发了一个广大心 也就是回自向他的意思 也就是这三种心 回自向他 回应向果 回是向离 而且你都知道众生 你要爱设他 在心之外 无众生 因为众生 跟我们的自信众生 的本体都相同 无论他是蚊虫蚂蚁畜生 或者是天神 他的自信众生 跟我们的自信众生 完全相同 既然完全相同 你心之外 是没有众生可灭度 心之外 没有众生可灭度 你怎么还会生起 因为有爱设心的关系 你就不可能生起一种 哇 其众生难度也 有没有 可能就不会生起这种 众生难度之心 因为没有生起众生难度之心 您就不会在未来记不去行菩萨道 那么你也不会在心里面 就遮住了心外有众生可灭 或者是遮住了心里面 有这种生死现象的实际的一个状况 那你就会怎样 是愿度自心如患的自信众生 也因此你的心不颠倒 而不颠倒心的这些人 侯益当时都称他们为正治心 所以有这种正治心的人呢 就是以此誓愿才能够善良福心 才会让你度化众生的这个因很清静 那么你这个心很清静了之后 你则会一心 三波瑞性 回自相他 就会回到什么解脱性 那么就是这样比喻能够破一切 所以才说回音相果 就是能够会到什么 关照性就是一心 文字般若 关照般若 实相般若 所以才比喻说 物莫能坏 回世相离 就会回到什么 法身性 你的法身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你这个金刚七的本体的这个法身 就好像至宝一样 欲如体即至宝 好 那么刚刚有提到就是 把那个字相做解释 主宰就是称为我 而名相称为人 然后在众缘合合称为众生 对不对 然后相似相续 就名为受者 这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在十六支箭 十六支箭就是我 因为众生很喜欢很喜欢执着 我 那我们对这个我呢 又有十六个名称 就要来做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好 现在刚刚以上的经文都已经解释的清楚了 然后欲一大使的支箭呢 也帮我们历清了 历清了就是 实无众生可灭度的真实的真相 所以我们现在又对那个我 这个我这个名称还有十六种名称 对我还有十六个名称在佛群大司典 所以我们做一个认识 十六支箭就是称为十六种神我 那没有见到正道的人呢 他在五音等法当中 这会强力的什么 有一个主宰 这个主宰就会觉得说 虚妄的去计较分别说 有我 真实的我 我跟我所 还会计较一种执着我的这种 心所经历的所有的因缘 那这十六种的支箭的分别名为 第一 第一个名称叫做我 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五音法中 就是会忘记 就是虚妄的去计算说 有我跟我所会的能力 跟我所 我所就是我所要的 我所想的 我所会的 我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就是称为我 第二种 第二种我就是称为众生 什么是众生呢 就是在五音等法合合当中 就去妄想计较有什么呢 哎呀 就真的有那个众生而生出来啊 那第三种就是受者 就是在五音当中 就是妄想去计较说 我啊 就是有受到这一期的一个果报的生命的长短 所以才叫做受者 那么我的第四个名称就叫做命者 生命的命 命者 在五音法中呢 就妄想计较说 我的命根啊 是连续不断的 不会绝 就是连续不绝的 然后这个我的第五个名称就叫做生者 生出来的生 生者 在五音法中呢 就是妄想计较说 我啊 能够生起所有众人的事情 又由我啊 来生在 投胎在这个人当中 第六种 十六种之间的我的第六种名称称为养育 什么是养育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五音法中就妄想计较说 我啊 身为父母所养育的 而且我还可以再养育他人 所以成为养育 第七种呢 叫做众数 众人的众 数量的数 就是在五音法中妄想计较说 我啊 有五音 有十二路 有十八戒 这个等下在跟大家解释 五音十二路十八戒是什么 那第八种就是人啊 我又可以称为人 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五音法中呢 就妄想计较说 我是能修行的人 我我比较起来 就是我是跟那些不能修行的人不一样 所以又说我呢 又是身在人道 那我跟那些地狱恶鬼畜生道呢 乃至天神之道 我跟他们人不一样 再来第九种就是作者 就是在五音法中呢 妄想计较说 我有身体 我有力气 我有手 我有脚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才叫做做的人 作者 再来第十种就是始作者 这始作者是什么意思呢 始嘛 就是猜浅的意思 使他人去做事情的人 就是说 于五音法中 然后就妄想计较说 我呢 可以拆拾 可以驱动 就是命令别人去做事情 我就是有办法主宰命令别人 第十一种叫做提者提来的提 就是于五音法中呢 就妄想计较说 我能够提提什么呢 后世罪福之业 意思是说 我能够提动所有下一辈子的罪 下一辈子的福 这样的一个善恶业 然后再来第十二种就是实其者 就是意思是说实嘛 就是那个 使他做什么事的那个实 实其者就是于五音法中呢 就妄想计较说 我能使他 我能使他启动后世的罪福之业 那第十三 第十三种名称叫做受者 接受的受 就是于五音法中呢 妄想计较我啊 我的后生当受罪福之果报 就是我的下一辈子啊 或者是我在未来的时间点 我这个身体啊 就会受到这些死罪啊 或者是福啊 的一种果报 那再来第十四种名称叫做使受者 有五音法中 就妄想计较我啊 能够使他受到下一辈子的罪业 下一辈子的福报的这种果报 那第十五种名称叫做知者 知道的知 就是意思是说 于五音法中呢 妄想计较我啊 有五根 能够知道五成 这个都是那个十二路十八戒的部分 等下就解释 那第十六种就是十六支见 讲完了 第十六种我啊 这个名称叫做见者 就是见到的见 看见的见 于五音法中妄想计较 我有眼睛啊 我有眼睛啊 能够看见一切的色相 那又是妄想计较说 我能够启动所有的邪见 还有启动所有的正见 也就是称为见者 那这十六种之见 就是我的别名啊 我的另外一个名称 收入在大品波尔金卷的 集音品跟大制度论的三十六 大制度论卷的第三十五 还有大券益章卷的第六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十二 十二 所谓的五韵呢 我们都一直刚刚一直说 就是在五音当中妄想计较的那个五韵呢 就是五音 有的时候写五韵 然后有时候写五音 阴天的阴 五音呢 他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色韵就是指物质 然后受韵呢 就是指感受 再来想韵就是表象跟联想 所有联想的事情 再来行韵就是指你的意志跟你的行为 再来就是世韵就是你的意志跟你了解的 你的脑海中的意志嘛 跟你脑海中所了解的 跟你脑海中所分别的 就通通称为意识 意识就是 世韵就包含意识 还有你了解的 还有你分别的 再来从认识当中呢 其实五韵还可以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为物 就是心啊 这个心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友情由物跟心所组成的 那么前一韵是物嘛 那后四韵就是心的意思 那么意思是说 像我们刚刚都会常常都会提到说 我跟我所 什么是我所呢 我所就是指感受的受孕 你所认识的一个物质现象 所以因为你有感受 所以才有办法去认识那一切物质现象 那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意识 跟把自己所了解的 跟把自己所分别的这种 世韵都妄想成为 这个就是我 但这样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五韵包括色寿想行世韵 所以你怎么只有把世韵当作我呢 就会把前面的四个韵变不见 所以换句话说 那个我并不真实 因为你存在的这个我 只有一个世韵 而世韵只有这那三种 就是意识了解跟分别 那意识了解跟分别的这个世韵 只是五韵的其中一韵 并不是全部 那十二处就是指六根跟六境 六根就是眼跟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跟义根 这里的身根就是指你的触觉神经 身体所感受到的粗糙跟滑顺 就是接触的触觉 还有你的义根就是指你的知觉的神经 身根就是指你接触的神经 那么六境就是六种境界 就是色境啊 深境啊 有没有 色境是眼睛所看到 深境就是耳朵所听到声音的境界啊 还有就是香境啊 哇这个是檀香 那个是陈香啊 那个是香水啊 那个是饭香 稻香 有没有 花香 就是香的境界 再来就是味的境界啊 味道啊 再来就是触境就是触觉的对象 然后再来就是法境 法境就是你知觉的对象 再来我们谈十八界 十八界就是刚刚的六根跟六境 再加上六视 就是眼睛所认识的世界 就是因为六视就是在指了别分别的这种情况 因为你总是要有这个六根对六境所产生的认识嘛 所以就是眼视界 耳视界 鼻视界 舌视界 深视界 跟异视界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段经文 跟十六根跟十六根跟十六支界 还有 十六根跟十八界的一个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希望我们呢 都可以就是 理解这个我 非真实的我 所以 这一段经文 特别提醒我们 就是说 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乱生 若胎生 若世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强 若无强 若非有强 若有强 若非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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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若无语 涅槃而灭度之 若是灭度 无量无数 便众生十五 众生则灭度者 何以不去不提 重点来了 他说 若有 若菩萨有我 像众生 像受者 像极非菩萨呀 意思是说 我没有把十六之间认识的很清楚 菩萨如果有我 那么他根本就不是菩萨 所以菩萨要无我 他其实要谈的是这一点 因为自信众生 我跟众生的自信众生是分体一致的 你只要知道说 同体大悲无缘大慈 我的自信众生跟众生的自信众生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的爱色心会出来 爱色心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升起就是政治心 因为你在这当中不会觉得自信众生的自幻众生 众生难度 你不会在心之外升起众生难度之心 你只会看到是自己的心里面的幻觉的众生 你自己有没有发起誓愿去度自己的自幻众生 我们期待会见到此 幸福 我还没见过 我不会看到想要进探测 有个小孩 Preis